《混零时间》 画石 它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 在毕加索的画石里 画家面对的是一盘水果 一张红桌布和石膏像 画面的线条简单 但色彩表现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个作品当中色彩起了有利的作用 画面当中物体虽然支离破碎 但画面的尺寸更大和更富有装饰性 这个画创作于1927到1928年 现在保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《混零时》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的 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 这也是《混零时间》第14次介绍毕加索的作品 《混零时间》 法国巴黎